日本人爱喝珍珠奶茶 不过这已经不稀奇 位在东京一家首摇店 研发了一款超特别珍珠奶茶 你没看错这杯珍奶就是蓝色的 原来店家是添加了蝶豆花 让奶茶变成漂亮的蓝色 台湾では青い鼻の部分を使った ハーブティーが有名 眠れないときに飲むなど 古くから知られている飲み物だと言います 最近在日本掀起了一波蓝色蜂巢 只要把食物用蝶豆花染成蓝色 就会大受欢迎 除了蓝色珍奶 还有蓝色巧克力 蓝色拿铁 蓝色夹心饼干 甚至是蓝色饭 原来是因为疫情之下 很多日本民众在家闷坏了 开始在食物上玩花样 造成蓝色蜂巢 就连食谱网站上都出现 教大家怎么把食物变成蓝色 而说到蓝色食物 当然也不能少了它 这个富士山形状的咖喱面包 无论是外观 还是切开来看 都懒到不行 不止引起话题 它还荣获2020年 日本咖喱面包冠军 不过到底好不好吃 吃饿了 哇 咖喱也好吃 饭也满满满 美味 日本网友实际试吃好吃到赞不绝口 蓝色美食不止外观强眼 味道也是在水准之上 民众如果也被这波蓝色蜂巢烧到了 不妨自己在家玩玩看 当然先请回到另外一报道